卫生部旗下的新联科技发文告指出 本地公共医疗机构早前发生的网站断线事故 是遭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所致 攻击者利用互联网流量堵塞服务器 导致用户无法使用线上服务 当局表示已经加强措施 确保公共医疗数据和内部网络系统的安全 同时也将与网络安全局展开调查 当局同时也说系统仍持续遭恶意攻击 网络服务可能还会出现间断或者是干扰问题